攝護錦濤明日國次訪問日本 五日行程中,增進中日有而是重要的議題 大熊貓可能再成為兩國友好大事 蘇記恆在東京報導 沒有了大熊貓的上野動物園熊貓館 剩下的只是水果、鮮花和日本人對大熊貓靈靈的懷念 祈求靈靈安息 小朋友在一本又一本的紀念冊上面 為這個來自中國的朋友送上最後的祝福 等不到國家主席胡錦濤星期二到訪日本 22歲的玲玲上個月30號病逝 日方已向中國提出再次出借大熊貓 希望趁著胡錦濤日本之行成事 為了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 玲玲在92年的時候離開故鄉北京 來到上野動物園 作為中國送給日本的禮物 陪伴了日本人前後16年 但日本人對中國有沒有因為靈靈而改變呢 在胡錦濤出訪前 每日新聞訪問大約一千名日本人 超過一半認為日本政府應該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 只有兩成半左右認為應該對中國更加友善 而胡錦濤出訪前已表明 今次訪日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增進兩國友誼和改善中日關係 若錦濤在東京報導 強烈熱帶風暴納爾吉斯吹襲緬甸 已經造成350多人死亡 陳婉婷報導 納爾吉斯登陸之後 轉向泰國西北部 風力已經明顯轉弱 不過仍然為當地帶來惡劣天氣 清邁暴雨成災 河水泛濫多處嚴重水浸 納爾吉斯早前吹襲緬甸造成超過二萬間房屋損毀 數以十萬人無家可歸 其中在最大城市仰光 大批樹木連根拔起押向旁邊的民居 有電線桿倒塌插入民房 部分地區水電仍然未恢復 電視台亦要停播 有國際救援組織 已經運送贈災物資趕赴當地 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 正評估當地的災後損失 亦不排除死亡人數會上升 二帶風暴納爾吉斯 星期五在緬甸南部 伊諾瓦底省附近登陸 橫數多個地區 最高風力達到 這個人叫誰 叫陳水扁 所以陳水扁需要有人幫他介紹經濟酒嗎 不需要 5月4號晚 謝長廷辦公室發言人趙天琳說 向南太平洋某國家支付10億元新台幣援助款儀式 雖然是由邱毅仁主導的 但陳水扁都知情 按照各方的說法 陳水扁難辭其咎 現在民進黨正在進入改革的關鍵時期 他呼籲陳水扁主動離開民進黨 趙天琳表示 這件事對台灣與民進黨 都是很嚴重的傷害 而這件事由邱毅仁一手主導 我問他難辭其咎 對很多政策在辯護 也為了很多對民進黨的抹黑 我們在反擊 可是這次的整個斑牛案 其實太離譜了 那整個不管是制度的法律的 或者是常理的 全部都違反 那我們當然說 因為這一路就是 這個邱毅仁 如果 22歲 我是政會大學的英文學畢業生 我本身就是 這樣子認真考慮 那主動的離開的話 我們會認為或許可以回到好像2002年 當時民進黨在嚴厲的對待高雄市政府議長會選案的樣子 可以重整我們的形象 臨時黨員代表大會 但是因為出席的人數不足 代表大會臨時改成了座談會 吳指問公安的調查有什麼進展 黃考公安當局在艾曼公布初步的調查結果 說是有乘客帶二兒物品上車引起火警 駕載著50人的巴士著火之後 火勢非常猛烈 龍煙沖天 從大廈的高層可以見到 黑煙沖上半空的情況 車頂都霧出火焰 連架空電線都燒到見到電光 而旁邊的行車線還見到有車繼續行駛 消防到場用化學泡沫撲救 半小時之後救息 之後鑑證人員就到現場調查意外 有死亡逃生的乘客說 巴士在埋站的時候 車廂中間至後面的位置突然著火 他自己抱著外孫女逃生 都撐點被燒傷 有目擊者就說回 有乘客幾乎變成火人 新華社報導 駕八四二號巴士 早上載著50個乘客 在陽浦區黃興路的時候突然著火 造成多人傷亡 新華社又引述目擊者說 有乘客打開不到車廂逃生 只能夠在中間的車門下車 事發後兩個多小時 現場已經清理好和解封 事發的時候是早上9點多 是上班上學的繁忙時間 巴士站都迫滿人 火警發生的時候 乘客和逃人都滄黃走避 意外中的死傷者家屬 事後都趕到長海醫院等候消息 有些家屬傷心過度 自己都撐點支持不住 上海政法委書記吳志明 事後到醫院探望傷者 指示遠方全力搶救 出事的這款巴士 在上海來說是非常普遍 不過行行下會燒著的話 就是很罕見的 先交給香港 好 麻煩 轉客館講一宗交通事故 輕調屯門兆禧站的架空電纜 被吊雞車勾住 令到三個站要暫停服務 梁啞琦 服務恢復正常味 列車服務就在晚上7點12分 恢復正常 在兆倫縣對開這裡 直到再見不到 有自貨巴士經過 講回今次的意外 事發在中午的12點多 一架吊雞車經過兆禧縣對開 一個汽車和輕鐵列車交會處 吊雞就勾斷了其中一節的電纜 港鐵就隨即派人搶收 都搶收了差不多7個小時才整好 港鐵就解釋 除了要修補斷了那一節的電纜之外 附近幾個站的電纜 亦都要全面檢查 所以才需要維修這麼久 港鐵方面亦都說 他們一向都有清晰的路牌 在這些交會處提醒一些車身 5.6米或者高過5.6米的車 就不要使用這些交會處 避免損壞電纜 在這裡的報導是這麼多 將時間交給兩位 謝謝 在台灣捲入十億建交費侵吞案的 行政院副院長優異人 給台北地檢處傳召問話 他更加被列為被告不可以出境 優異人就宣布了退出民進黨 並且不會再從政 框位上報道 行政院副院長優異人 下午現身台北地檢處 再次就建交費被侵吞案 接受證訊 當我將他列為被告 限制他出境 對於有報導傳測 案件涉及十個黨政高層 收受最多幾千萬新台幣回用 優異人說有當局去查 有沒有這個名單 這是第一天要查清楚的 第二 如果有這個名單 那名單上的人 是不是真的有收到錢 我覺得這又是另一回事情 優異人照早發表聲明 說只因為這種建交醜民心地拒咎 即日起 退出民進黨 並會於5月20日 政權交接之後 永遠退出政壇 台灣是06年尋求和 包補亞生機內亞建交 涉嫌侵吞 用來建交十億新台幣公款的 中間人金紀九 則由當時擔任國安會秘書長的 優異人 推薦給外交部長王志芳 行政院正調查 是否要追究優異人 王志芳和國防部副部長 柯成鏗的行政責任 說會在新舊政權交接前 給社會一個交代 台北地檢處亦再度傳召 涉安根另一個中間人 新加坡雙人吳思才 台灣傳媒報導 檢方之前在他家裡 首席是一部手提電腦 裡面有他和金紀九的電郵 討論怎樣分配那十億新台幣 和聯名戶口怎樣拿錢 郵線電視記者碰上報導 有四一會兒下一節會報導 市建局年底會一切獲 向觀塘重建項目業主 出價收購 再分期重建 二婚男人要求兩個女朋友一起住 其中一人用膠索立情敵 相比受影響的業主 將來以市價優先認救 重建後的新單位 而做生意的商戶 就可以按經營年期 獲發七萬至五十萬元的額外津貼 有錢電視記者黃樂欣報導 一言所料 稅局上年度的稅收破了紀錄 有二千零六億 稅局說經濟暢旺 大家都找多了 令他們水漲船高 不過預計下年度稅收會回落 麗婉榮報導 稅收又破紀錄 有多厲害要翻查一下歷史 稅務局成立第一年 稅收得一千四百萬 07、08年度是稅務局六十周年 稅收是六十年前的一萬四千倍 總稅收達到二千零六億 比上一個年度多了四百多億 升幅達兩成九 竟然在一年之間 我們上升百分之二十九 所以也有些是我們預算之外 印花稅收入是升幅最大的稅項 升幅超過一倍 有五百一十五億 佔稅收總數七成的入息和利得稅 就有一千三百三十七億 亦比上年度多一百八十四億 博彩方面的稅收 亦是近十年新高 有一百三十億 比上年度多十億 不過08、09年度 會因為多項退稅和寬免措施 預計總稅收會回落到一千六百億 一百九十七萬個納稅人 陸續會收到報稅表 除了可以用傳統方式填表遞交之外 稅務局亦鼓勵市民在網上報稅 除了可以自動獲得一個月的延期之外 稅務局亦強調他們有嚴密的網上保安系統 有線電視記者來遠永 一個已婚的蕭立浦老闆結識了兩個女朋友 還要求他們一起住 其中一個女人想情敵離開 假裝幫對方敷面膜 然後用膠索勒她的頸 因為傷人罪判監兩年四個月 陳建佳報導 案件審完探員帶走的證物 有按中空氣同類型的膠索 同事發時被告幫事主敷的面膜 女被告和事主的男朋友 朝早亦有道庭旁聽 警方說30歲的女被告 同35歲的女事主 都是一間蕭立檔 47歲已婚老闆的女朋友 被告和女事主分別幫她生了一仔一女 在去年老闆介紹兩個女朋友互相認識 還建議她們住在一起 這樣就有多些時間照顧她們 女被告沒有拒絕 不過就想情敵離開 於是去年8月就來到女事主的家 聲稱幫她做面膜 然後就用膠帶勒傷她 高院法官判刑時說 被告有預謀傷人 不過體諒她有個8歲的女兒 扣留期間又幫情夫生了一個兒子 所以獲得減刑 有線電視記者陳建佳報導 奧運聖火完成在海南省的第二日傳送 火具分三階段傳遞 第一階段早上七點展開 由海南省人大副主任傅桂花 將火具交給第一棒火具手 04年雅典雙塵奧運 並泵球金牌得主黎玉強 第二階段 由萬寧市興隆旅遊度假區出發 終點是新二月花酒店 火具最後在瓊海市 博奧亞洲論壇會址開始傳送 終點是歡樂節廣場 聖火明天會傳到省會海口市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形容 中國統戰部官員和達賴代表的會談很重要 據報是會面場地的深圳麒麟山莊 早早恢復對外開放 有保安人員說 昨天在此開會的人已經走了 總統社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說 宇會雙方觀點不一致 不過會談的氣氛是良好 新華社就報道 雙方同意在適當時再接觸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說 今次的接觸 對尋求解決西藏問題很重要 國家主席胡錦濤明天會到日本訪問 是十年來首次有中國國家主席訪日 兩國可能會簽署中日第四份共同文件 亦討論租借一對大熊貓 來代替上月底死亡的大熊貓玲玲 有蔡淑儀在東京報導 上個月底在上野動物園病逝的大熊貓玲玲 她的龍呂呂呂呂呂都擺滿了悼念的鮮花 零零是九二年中國送給日本 來紀念中日關係正常化二十年 但小孩都說很不捨得 大熊貓一直是上野動物園一個主要賣點 趁著胡錦濤即將訪問 再加上中日關係友好 日本外交部方面已經正式向中國提出 再租借兩隻熊貓擺在這裏 胡錦濤星期二到達東京 會先見友好人士 星期三出席日黃明仁的歡迎儀式之後 會和首相福田康夫會談 相信會簽署中日第四份共同文件 她亦會去到福田康夫的母校祖道田大學演講 又會和福田康夫打招呼波 星期五還會訪問大阪兩日 胡錦濤總會記得訪問日本 從這個起點開創軍事關係的新主面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好的開端 學者認為相隔十年再有中國國家主席訪日 所以這次是一次聯春之旅 有線電視記者蔡淑儀 日本東京報道 體育方面 香港單車隊 拿到歷來最多的奧運入場圈 可以參加北京奧運四個項目 林定勤 黃金培在香港做完最後一棒的火具手 又馬上回到深圳那裏受訓 沒錯 他真是很貧迫 阿寶說全國勝火之後 更加有勇氣在奧運爭取好成績 陳漢威是單車隊的訓練基地 深圳龍江提過 單車隊四張奧運入場圈 有兩張由黃金培在場地寄分賽和公路賽拿到 而他現在的備戰重點 就放在場地寄分賽 上星期在香港 全國壓軸一棒勝火 阿寶說備戰都充滿動力 我已經希望身邊的人聽 我知道香港很多人對我的期望 我會努力去準備 還有很有勇氣去參加奧運 說到平時的訓練 就靠了這個特製單車 加了引擎速度快到每小時70公里 有他帶著隊員 就可以更有效控制他們的速度和鍛鍊耐力 教練沈金康說 就算阿寶在場地賽定了目標入前十名 但他其實有實力獲獎牌 公路賽方面人選還未頂 阿寶兼顧太多的話 就未必親自上陣 到時張敬偉或者獲得山地賽資格的陳振興都有機會 一切要視乎他們都市的狀態 陳振興現在就在歐洲參加世界盃 而第一位代表香港參加奧運的女單車手黃韻堯 自從歷史性贏了世界盃 獲得入場圈之後 繼續專心備戰場地寄分賽 目標是入前八名 港隊接下來還會去昆明進行高原訓練 正在申請提早到歐洲